中国渔船越界违法捕捞不顺 吩咐造成两死意外 外界担心对岸翻脸不承认 今夏间的进线至水域线 之后恐怕有更多冲突 而两岸情绪深昏 中国参议国人今天中午出席了 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 也再度强调 期盼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 持续寻求对话的可能 逐步回复双边永续的交流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向大家拜晚年 总统蔡英文出席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 这是任内最后一次参加了 今年来了近400位台商 不过目前的两岸情势依旧不稳 总统再度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是两岸共同的责任 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持续地寻求两岸对话的可能 希望能够逐步地恢复双边有序的交流 那么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 共同创造区域的和平及繁荣 在抛出善意沟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只是两岸关系 梅荣兵中国之前打算再取消 EQFA关税减让项目 我方农历年前宣布停止招揽 前往中国的旅游团 双方一来一往堆叠出的氛围让台商很忧心 我也建议未来的民进党 不要轻易地去用言语或用行为去刺激 这个中国大陆 我想这样对于化解两岸的紧张关系 也会比较有帮助 而中国渔船在金门海域 因为躲避海巡署的茶器翻覆 造成凉死的意外事件 现在地方担心对岸翻领不承认 金夏间的禁限制水域线 恐怕埋下日后更多冲突的导火线 金夏航线大陆会担心说 这个金夏的航线会模糊 陆委会强调执法并无不当 后续就怕一起意外 造成两岸局势更扎紧绷 记者向文华财政小组台北报导